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《我是弟弟》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获奖无数的国产奇幻电影《路边野餐》。 陈生是凯里的一个诊所医生,和他一起经营诊所的还有另一个老医生。 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混混,为了给老婆看病,他找黑道大哥花和尚借了钱。 而花和尚的儿子因为赌债被人剁手活埋,陈生帮花和尚找那帮人理论,没想到因此而入狱。 他还有一个视他为仇敌的同父异母弟弟,弟弟是个游手好闲的单亲爸爸,经常将自己的儿子魏魏锁在家里。 魏魏有个独特的爱好,那就是花钟表,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时间倒流。 陈生挺喜欢这个侄儿,经常悄悄地带魏魏出门玩,他甚至想把魏魏接来和自己一起住,可是弟弟并不同意。 后来陈生就入了狱,等他出来时老婆已经死了,而魏魏早就被弟弟卖掉了。 为了找到魏魏,陈生把老妈留给他的房子,让给了弟弟。 弟弟才告诉他自己并没有卖魏魏,魏魏是被黑老大花和尚带去了镇远。 为了找魏魏,陈生决定前往镇远。 同诊所的孤独老医生托他为自己的病重的旧情人带去一张老照片,一件衬衫和一张磁带。 火车经过一个货运站时,陈生看见了几个苗人。 他想起自己之前老做梦梦见几个苗人,于是他下车跟着他们。 去到一个叫做麦当的地方,他叫一个摩迪小哥搭载自己去找苗人。 结果被小哥敲诈了一笔不说,几个苗人也没有找到。 搭顺风车回镇远的时候,在路上再次遇到了敲诈他的摩迪小哥。 小哥被另一帮摩迪司机欺负,还用筒罩着头站在马路中间。 陈生下车去查看,发现摩迪小哥的手上画着一个表。 陈生帮他解开了被那帮人锁住的摩托车。 摩迪小哥为了感谢,答应送他去码头坐船回镇远。 摩迪小哥有个暗恋的对象,叫做杨杨。 杨杨对他去爱搭布里,杨杨即将去凯里当导游。 隔壁理发店女孩来找杨杨去看乐队表演。 杨杨坐船去对岸的时候,还在努力地背诵着导游词。 没想到,摩迪小哥比杨杨背得还熟。 他追着杨杨去了对岸,两人又沿着木桥走了回来。 而陈生在理发店洗了个头,把自己的故事说给了理发店女孩听。 交谈间发现,理发店女孩和自己老婆很像,可惜对方已经结婚了。 他们一起去乐队演出,陈生唱了一首《小莫莉》送给理发店女孩。 临走时,他把老人的磁带送给了女孩。 磁带里只有一首叫做《告别的歌》。 可能这也是陈生想对老婆说的话。 摩迪小哥送陈生去码头的时候,说自己一会儿要去火车上画钟表。 他相信当他把每一辆经过这里的火车上都画上钟表时,时间就会倒流了。 这样杨杨就不会去凯里当导游了。 陈生如梦初行,他问了摩迪小哥的名字,小哥告诉他自己叫魏魏。 原来这就是他那失散多年的侄儿,一切到头来如梦一般。 后来陈生找到了诊所老人的旧情人,原来他早已去世。 陈生把旧照片和衬衣还给了他。 至于那盘磁带,反正老人也听不见了。 最后陈生坐上火车,回了凯里。 电影通过长镜头穿插表述了不同时空的陈生。 而在这场奇幻之旅中,电影告诉我们,人生变化多端,奇幻莫测。 所以要好好地珍惜眼前人,身边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 这个电影是最后的电影。 感谢观看